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属于心理学的范畴 就是有意识的 有心的去观察一个事物 不是无意的 就是生活中 我们处处要做个有心人 指的就是这个 观察 我就发现闽南人 富多人如果说 他语言里面没有这个F这个音的话 那闽南里面 他就没有这个翘舌音 富多人也没有 闽南语尤其典型 他这个实诗人 实诗士 他都是息息系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们就讲到了观察的类型 第一种类型就是实用观察 像我刚才用的就是实用观察的方法 实用观察人人下意识的 潜意识的都会 比如说你到泉州去 泉州开元寺 有一幅对联写得非常好 整个台湾岛 香火万圣 他们回来祭祖 回来探亲 一定都要就近 到寺庙里面去烧香拜佛的 所以说 此地古城佛国 满街都是圣人 我觉得这幅对联非常好 但是当时不知道这是谁写的 好多年以后 我才知道是谁写的 大理学家朱熙先生的大作 哦 果然出手不凡 因为闽南是中国 比较著名的 从佛善道很出名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到台湾访问 台湾人是闽南人居多 他75%认主地认到我们福建省 那么这个实用观察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除了这个满街都是圣人 梅南方1930年到美国去访问 中国的京剧是国粹 但是在今天继承的人 喜欢的人越来越少了 可是京剧在美国 在纽约当时在30年代轰动 梅南方因此跟世界著名的电影大师 朱别林成了好朋友 那么朱别林他也用了一个实用观察 他发现我们的这个京剧 什么都好 就是舞台的艺术 他说你不如我的电影 梅南方说何以见得 他说我的电影有个好处 我可以很轻松地表演千军万马 表现千军万马的场面 你舞台有限 是不是啊 几十个人充斥舞台就满了 这个美国百老汇 曾经演过一个当时很流行的 就是那个踢那个大腿舞 有没有啊 穿个超短裙 多少的女的 他曾经凑过 据说是号称一百人 同时甩甩甩腿 把那个腿踢得比人还高 非常的奇整化一 让我们想起这个大河之舞 都是哪个国家 爱尔兰是吧 在中国也分明 在世界也分明 就是那种奇整 靠人海 但是有限 充斥量一百人嘛 如果千军万万你怎么表现 我们梅南班同志说 他说我用一根马鞭就可以表现了 然后果然第二天专门表演的这个京剧剧目里面就有 周贝林很认真地看了 原来一个插四根彩旗 两根大大的林子的武将出来了 武将一般都是花脸 生淡静莫丑 这个静就是花脸 然后这个将军手里拿一根马鞭 这个是他在一路访问的时候 你看梅南班演林黛玉演得多好 沿途受到的热烈欢迎 然后就是这个马鞭 周贝林问他怎么表演的时候 这边是细校的学生 每个人手里都拿一根表演 马鞭在练这个千军万马的率领之功 结果这个将军就说了一句 孩儿们跟我来 然后在舞台上一个马鞭举得高高的 转了三圈 从这边下去了 然后千军万马就带下去了 周贝林非常非常的佩服 这个是很多的老华侨写回忆录里面 透露了这么一个算细节 那也就是说什么 连卓别林这样子的大师 他都注重实用观察 讲到实用观察 我们不讲大师 还是回到生活中来 池吏大家都知道 他是湖北的 然后他有很多的亲戚都在上海 他每年都要上海去 要去过年 亲民要去扫墓 然后他亲民去扫墓的时候 他就发现一个细节 他在超市里面 买这个我们福州话叫做亲民鬼 亲民果 亲民鬼 就是一种糯米做的一种 粘粘的年糕类的亲民果 是吧 上海也有 它也叫亲民糕或者叫亲民包 是祭奠给仙人吃的 实际上是一种意识 那么他在超市里面买一盘 四个还是六个吧 六个 六六个 十二块钱 然后他在他这个亲戚家附近的 一个就是这种小的连锁店里面 大扫站柜台的 只要七块钱 他就问为什么 他看外形一模一样 这个大扫就告诉他 超市里面做的 那个是人可以吃的 可是我这个做的是专门供给仙人的 仙人怎么会吃呢 你难道会把 到这个北京到八宝山去 我们福州到这个公墓去 你祭扫完了那个仙人以后 还会把那个果再带回来吗 不可能 那么我这个呢 就省了五块钱 你的意识又做到了 心意又做到了 那你看 他这个想法就是说 既达到了祭奠的目的 又让你省了钱 上海人的精明实用 由此可见一斑 此力非常非常佩服 他呢 据此他写的这篇文章 上海的是现实主义 发表在大家杂志 大家是云南办的 云南人民翅膀社罢的 跟收货一样的大型杂志 而且是办的很好的大型杂志 那么他就写了这篇 为什么 他由上海人的实用 通过卖这个清明果 他就发现 湖北人 他居住在武汉了 湖北武汉是个大都市 是吧 它的面积非常大 他就想起来 湖北人有超过上海人的地方 闹革命比上海人勇敢 这不假 可是过实用的生活 过庸长的生活 绝对比不过上海人 他就发现这一点 上海人老是让全国人瞧不起 很长的时间 都是召见上海人 相声也好 小品也好 都是拿上海人开算 用那个很不标准的上海腔的普通话 是不是啊 那个动不动 去搞一点小菜 实力在这里面 他替上海人翻案 替上海人平反 就是说你不要小看上海人的精明 战争的时候 毕竟是少 平常的生活 毕竟是多 而平常的生活 要靠上海人的这种实用主义 才能坚持得下去 他具体这么写 他这篇文章挺长的 就是说上海人民 最善于为个体 营造安生立命之所 也许你会嫌上海人说话 形势太严谨 太精明 太实用 太清楚 也太啰嗦 和绵长 秘秘扎扎 嘟嘟嘟嘟嘟 没完没了 不留空隙 缺少非白 那你就得去武汉这样的城市 武汉这种江水奔流的城市 到底总是江湖的 动不动就是 亚信一来 私下酒 豪情一去 见证人 动不动就是 人生在世 不称义 明朝上发 弄偏周 动不动就是 革命自有后来人 砍头只当 方吹帽 激情过后呢 剩下的漫长时日呢 武汉人没辙了 搞不好就容易 自暴自弃了 却原来 还是依靠上海的现实主义 才可以支撑漫长的时日 支撑得好 也才会有国父明强的可能性 他这里面 你们应该看得懂 他没有贬低 砍头只当风吹帽的这种革命浪漫主义 这种不怕死 这种无谓的斗争精神 但是 这种精神只能用得一时 更多的时候 你有多少人一天到晚去送死啊 是不是啊 送死的目的是为了人更多的时候过好日子 这时候需要上海人 精明 精打细算 一分钱掰着两分钱花 这就是实用 观察的第二个类型就是科学观察 在座的我估计很多人没有看过法布尔的昆虫记 那肯定有人看过 这部作品 差一点获得若贝尔文学奖 他在最后一篇写的一种蜘蛛 蜘蛛有几十种 其中他写的是蟹蛛 我们都没有见过 他为什么要蟹蛛呢 因为走路是横着走的 像螃蟹一样 所以说叫蟹蛛 这个蟹蛛非常厉害 它会吃蜜蜂 你想想看蜜蜂是何等精明的小动物 蟹蛛不会飞 没有翅膀 蟹蛛连窝都没有 也不会织碗 可是他却能捉住蜜蜂 法布尔从小就跟爱迪生一样 他特别会观察昆虫 他可以从太阳升起的时候 就蹲在一个蚂蚁窝旁边 一直到太阳下山天黑了 他还蹲在那里 所以说他写出一篇一篇 就是今天都有现实意义 都有流传意义的 金氏佳作 他就发现这个蜜蜂在采花蜜的时候很认真 然后这个蟹蛛就一声不吭地悄悄地上去 然后一个扑击 就用他的毒刺 扎扎在蜜蜂的颈部 他的神经中枢 蜜蜂马上就麻痹了 然后他也不吃它 他吸它 他把蜜蜂身体里面的汁液血液全部吸光 丢下他尸体的遗骸 下面讲第三种类型 艺术观察 艺术观察从90年 有播过这个十集的《围城》 就根据钱宗书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 同名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围城》 钱宗书在这个小说里面就用到了艺术观察 而且就在开宗名义的第一章就用到了 它里面有写一个豹小姐 这个人物只在第一章出现过 如果看过《围城》小说的 就会记住是吧 第二章起就没有这个人物了 这个人物是到了上海以后就下船了 下船以后就不见踪影了 他那个中间都空了吐顶的那个医生丈夫 早早在等他 这个豹小姐一路上打情骂俏 还把我们的方宏健给飞礼了 可是一看见丈夫又肉麻的不得了 扑向丈夫的情怀 弄得方宏健很失落很失落 这像个当时在船上在法国游轮上跟他那么罗曼蒂克的人吗 怎么转眼就不见了 葛丽丽就掩活的这个人物 那么前中苏的夫人杨将她事后回忆说 她写的是小说开头是写 留法回来的学生 中国留学生回到中国来 发生了这个事情船上 她说的没有 她是跟他一起回来的 没有这个情节 但是她听她丈夫说过 是去法留学的时候 游船上曾经有这么一个女的 是东南亚一带的 非常非常的性感 这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 那时候中国还是很传统很分贱的 很少见过这样子的熟肉铺子里面 卖的这种熟肉 都家都在调侃她 你们看看一下 前中苏描写着鲍小姐的打扮 她就是今天都是很新潮的 这就是通过她艺术观察得来的 她只穿飞侠色抹胸 海蓝色贴肉短裤 镂空白皮鞋里露出血涂红的指甲 在热带热天 也算这是最合理的专属 床上有一两个外国女人 就这样打扮 然后这个鲍小姐就看上了 这个方鸿健 留法的博士 她不知道她是个假博士 然后她就去泡塔 这个方鸿健和她所蹭的这艘游轮 法国游轮到了这个越南的 越南当时叫安南 上次连到叫安南 首都河内停船 在这里要加油 要给水 要增加食物 要在这里停好多天 那这个船上的饭菜都吃完了 吃腻了 他们都到岸上去了 那方鸿健是想找一家中餐馆 好好改一下口味 可是这个鲍小姐又不肯 她又乖乖地听鲍小姐的 便找到一家蒙面 还像样的西馆 谁知道从冷盘到咖啡 没有一样东西可口 上来的汤是凉的 冰激凌倒是热的 鱼好像海军陆战队 已登陆了好几天 肉像潜水艇士兵 会长期其一浮在水里 除醋外 面包牛肉 红酒 无一不酸 两人吃得倒进胃口 话也不投机 话怎么会投机呢 在吃的过程中间 这个鲍小姐就没完没咬地 埋怨这个翻红件 这真的是得了便宜就卖乖 这本来是男人很多丑恶的行为 就会倒过来被鲍小姐做了 第四种 准科学亚裔术的观察 这种观察在现实生活中 也常常可以采用的 比如说 现在你看我们课堂上的学习时间 越来越缩短 原来这门课是42节课 后来缩成36节 现在到里面变成了32节 剩下来的时间干什么 让你们去学科实践 对吧 这固然有好处 但是我觉得 这一刀切 未必处处都能够表现得好的效果出来 比如说福州这个八幡大的城市 它有多少地方可以供你们学科实践呢 不就是一个马尾吗 你能一遍遍地去参观 张牙那个罗星塔吗 你能老一遍遍地练那个 糟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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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 我们的老校区隔壁有个西藏市 你能一遍遍地去西藏市吗 你能一遍遍地去我们市区里面的林决明纪念馆 或者是林哲徐纪念馆吗 它可去的地方很少很少 所以说更多的在于我们自己做有心人 那么这些去学科实践 你们都要做调查报告 都要写出来是吧 写调查报告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女生 她就做了有心人 全班只有她 班主任发现了全班只有这个女生 她在餐饮部的时候 把当天的招牌菜的菜谱 给抄下来了 这里面有她的实用价值 既有她的艺术价值 也有她的实用价值 为什么呢 就是说哪怕你以后自己做菜 也可以根据这个菜谱来炮制 即使不做菜 你可以这个某年某月某日 你写下了这个菜谱 它的价格也在里面 多少年以后 你会发现今天的菜价 已然不是当年的菜价 就说我们今年 现在是马上进入十月 官方报道的 今年我们的物价上涨是百分之三是吧 那同学们肯定都笑了 何止百分之三 不客气地讲 以我这个书呆观察 我很少去市场买东西的人 我都知道至少超过百分之三十 比如说 我记得原来那个榨菜 斜桥榨菜 浙江斜桥榨菜 仿制这个四川福林榨菜 六毛钱一袋是吧 长时间都六毛钱一袋 是去年开始是不是 我无意中去超市发现 只一块钱一袋了 是不是 然后我今年发现 已经是一块二一袋了 分量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官方的数字 有的时候你听听而已 更多的你要靠你自己的眼睛 耳朵去观察 尤其生活中间需要准科学亚异数的 不是那么纯粹地去解剖一个豹小姐 也不是那么纯粹地去观察一个方红件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可以 准科学亚异数的观察 在生活里面处处都有 比如说今天 手机已然成为人的身体的一个部件 身体的一个器官的时候 老师的课讲得再好 也挡不住你手下的一个短信箱 你肯定要低着头 随着大腿一麻去看 然后还要回 这个镜头 这个骑在毛驴上的 阿富汗老人都在打手机 可见手机的普及 那么手机一普及就有短信的普及 这个短信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了 但是我觉得它在今天 也还有它的实用价值 是不是啊 在人群多的地方 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这就是准科学亚异数的观察得来的东西 这就是准科学亚异数的观察 这就是准科学亚异数的观察